這個蒜頭採收的季節 不不其實在今年呢 很多蒜農是很想哭啊 蒜價的開盤不太理想 每台金的失算價格呢 大概是落在26到30塊錢不等 農民很無奈就直接說了 如果沒有賣到30塊錢以上的話 連本錢都是不夠的 只是除了說蒜頭的價格不好 你知道嗎 還要防小偷耶 最近在雲林湖尾就出現了一名 蒜頭打鬥 農民坐在田裡面 手拿剪刀 忙著採收蒜頭 但今年蒜價開盤不理想 每台金失算不到30元 農民說根本血本無歸 失算價格差 還得要忙著防小偷 日前就有雲林湖尾民眾 發現自己家的蒜頭 被竊賊徒手拔了將近一百斤 調閱監視器才發現 是黃信嫌犯騎腳踏車 專程來偷的 三十一號 警方在路上逮到黃信嫌犯 當時他騎著腳踏車 車上就載著兩袋偷來的蒜頭 重達五十五斤 除此之外 還有從肉品公司偷來的 大量辦公用電子產品 肉品公司監視器拍下 三月十號黃信嫌犯 鬼鬼祟祟 拿著手電筒 摸黑闖進辦公室 他小心翼翼打開櫃子 把裡頭產品洗劫一空 接著又跑到另外一間辦公室 偷走推車 還有筆電相機等電子產品 四十六歲的黃信嫌犯 他去年八月采鋼出獄 本身居無定所 從電子產品到農產品 無所不偷 黃信嫌犯 采鋼出獄不到一年 從田裡面的蒜頭 到辦公室的電子產品 只要能夠搬走換線的 通通都要偷 恐怕很快又得吃上牢獄之災 記者方中辰 雲林報導 到達